HKG報推介為大家送上今日必看 博富林2021年發生綁架案 非直女傭帶著約二十個月帶女童上課時被夾走 兩名綁匪駕駛私家車 將二人運到元朗八鄉困入一個貨櫃中作為肉心 女傭爭脫搏後求助 最終主撲兩人安然獲救 其中一名綁匪事後被捕 昨天4月15日在高等法院承認兩項綁架罪 站委法官胡雅文稱女傭勇敢救女童脫險 判被告監禁九年四個月 被告何廉俊45歲無業 他承認兩項意圖取得容易交換其釋放的贖金 而將人強行禁錮罪 他透過大律師求情說 因為欠債四萬元而犯案 當時他答應協助一名收數佬追債 後來才知道是綁架他人 被告對所作行為感到羞恥 案情透露 隊同父母是日本餐廳的東主 一家居住於貝沙灣 2021年12月8日早上 39歲的女傭推嬰兒車 帶女童上學前班 肯定多利道遭被告掩口蒙頭 劫詞上車 被告用索帶綁起女傭的手腳 又蒙著她的頭 她說只要女傭合作就不會傷害她 而開車的同黨問女傭 她的僱主姓名和電話號碼等 女傭回應說僱主並不富有 同黨表明如果女傭合作 會將收取款項的5%分給她 綁匪雖未有表明要多少贖金 但有提及到2億金額 案情續指 被告和同黨 將女傭和女童 帶到一個貨櫃裏 女傭按指示根換預先準備的衣服後 再和女童一同被綁 被告等一同離開 之後截犯 將女傭和女童再帶上車 她們被帶到八香大窩村一個棄置的貨櫃裏 被告和同黨離開 女傭其後鬆脫雙手 除掉頭套及撕去封口的膠紙 她抱著女童走出貨櫃外 並爬上櫃頂求救 這個時候 接反的被告也攀上貨櫃頂 女傭呼救及推被告落地 女傭的求救聲驚動了附近村民 村民聚職協助兩人報警 被告逃離現場 當時女傭面上有刷傷 女傭除了有綁印之外並無大礙 二人同日出院 案發第二天 被告被警方拘捕 站委法官胡雅文指案情嚴重 涉案女童只有二十個月大 並曾經被交索帶綑綁雙手 女傭亦遭綑手腳及蒙頭 模擬女童當時十分驚慌 胡官又指 本案涉及嚴重控罪 而且明顯屬於有計劃的犯案 法官又讚揚女傭 勇敢逃走 否則後果便會很不同 因此以十四年為兩刑起點 因被告認罪減刑 將其判囚九年四個月 有人說世界上最強大的人 即使自己深陷險境 又要力保他人平安 這名女傭的應用行為 絕對值得大家點讚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